哈哈哈哈 為什麼 因為他感覺就是 很嚴肅啊 我必須要用很多招數 就是或者是比較困難的姿勢 他才能滿足 然後對就是這樣 好 聽到了 聽到了 怎麼樣 為什麼你很難駕馭 我應該還好吧 所以目前為止只有那個頭髮搞不定 因為我主持女大的關係 他是每天帶狀的節目 所以我每天頭髮的顏色都不一樣 然後後來導演就說 反正我就是一個過戲的明星嘛 所以那個 頭髮也不重要 但是有好幾頂假髮伺候著這樣子 就帶假髮上場 什麼 什麼 我 他說關於不紅的部分 哦 這要怎麼做啊 這就不能說了 對 那要怎麼去詮釋啊 呃 你是哪一家 哈哈 我不曉得耶 但是有一場戲 是讓我 不知道可不可以講 就是 不太能講 但是他就基本上是有一個大名 昨天的練舞可以講一些些嗎 可以啊 OK 我昨天跟其中的我的一個小鮮肉練舞 那一首歌 他就問我多久了 那個時候他還沒有出聲 真的假的 就是農莊搖滾 然後 呃 我本來還覺得這一個小帥哥 還蠻可愛的 蠻可愛的 蠻可愛像我的菜 可是你看他長手長腳 在跳舞的時候 我就倒胃口了 因為呢 長手長腳 升到180以上的人 跳舞其實都會有點像 蠻可愛的 哈哈 蠻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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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一直在 我一直在安慰他 就是說 回去可以 呃 孝親了 就是 爸爸媽媽生日的時候 阿公阿嬤生日的時候 你可以跳給他們看 他們一定會很感動 會想到他們年輕時候 問一下小帝老師 因為這一次在台灣 跟新加坡 拍攝 有沒有哪些知名的場景 啊 或是地標會入境 會耶 因為那個 像 呃 像我自己是 剛好有去過 新加坡的國家美術館 真的是建築很漂亮 所以 包括大家比較熟悉的 也許 金沙 或馬場 就很多場景都會 那我們台灣也是啊 像原山飯店啊 然後還有很多的場景 我們現在 因為有些是 呃 那個場景 比如說有了觀光的 那個局啊 跟他們旅遊局的 考慮以後 我們正在 正在 正在 調整一些場景 所以會 大家會看到很多 好吃的東西 跟好玩的地方 所以台灣想吃也可以 對對對 那個 那個 陳羅密歐他來 就是來這裡 學掛爐烤鴨 嗯 好期待 好想吃喔 對啊 好嗎 那 新美姐 像你巨星之之啊 有沒有機會到高雄 擔任那個光光 光大師 這是我的榮幸 如果我接到通告 我一定去 因為您的那個好姐妹 是巨星 然後美鳳姐 她三月要當代言 是 會不會跟她一起下去 呃 如果她要我當助理 我當然可以 或者是路人 我當然可以 我願意 妳認為她有什麼樣的身份 或是她有什麼樣的 妳說美鳳姐嗎 對對對 就是她在演藝圈這樣的部分 妳覺得她 有什麼樣 可以當代言 呃 呃 我覺得她 她 她 比我更適合這個角色 欸 沒有啦 因為 她是一個 我覺得 她是台灣最美麗的歐巴桑 她的人生 非常非常的精彩 然後呢 我就覺得她扮演什麼角色 都是 可以讓 感動人心的 嗯 謝謝 問一下小莉老師 小莉有拍過很多戲 然後之前在那個 拍過那個 金菲德一直生存之道 然後傳出就是 女星科畫人 她在臉書寫說 她跟那個鬥倒對戲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先 都空套 然後就要穿過上陣 然後拍了五個小時 就一直剪圖十秒 那當時小莉老師是剪圖 不知道妳知道這個事情嗎 我好像不是剪圖 你們弄錯了 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 她有一天打電話說 你是堅持 我說 如果她寫了是就是 後來不是 哈哈 沒有 我不是堅持 那通常小莉老師在導戲的時候 如果有一些親密戲的話 會跟怎樣跟演員先溝通好 然後平然產生 像這樣子 不知道 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每個導演啊 每個戲的狀況都不太一樣 嗯 那您這邊的功德是會怎樣 提供 嗯 我在私下告訴你 嗯 那其他這次也是 詐騙 那會不會期待接到這個 被騙 被騙 她有什麼目的 可是事實上 我聽到的 厲害的詐騙集團 很真誠的 她要關心妳 然後要滲透妳的生活 其實會讓我覺得說 我不會 我不會嘻嘻哈哈的 把這個角色演掉 我會讓她有溫度 一定會融化藍正龍的 對嗎 必須要融化藍正龍 對我覺得會向你 嗯 好 那其實之前有剛好合作過嗎 沒有耶 蛤 我們沒有完全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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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 那第一次合作的時候 蛤 蛤 第一次要合作 心情怎麼樣 我今天第一次碰面 就是還是不熟 還不熟 但是 我人很好 我人也不錯 哈哈 你在那邊怎樣 我很OK 我都會抓OK的 會啦 很期待 有 有去那個信息商 記者 有看到些什麼 我就是一直在偷偷觀察你們 然後我跟他們 你們發問的時候 我就跟起來說 這個角色很厲害 那個聲音很好聽 然後包括海芬姐 他剛剛 今天他在裡面演我的舞館 喔 可以說嗎 可以說吧 哈哈哈哈 然後就是他剛剛私底下 跟我們講話 跟他在台上當主持人的樣子 我整個 我現在都沒有辦法 好好聽人家講話 我光是要抓那個警察的咬字啊 然後 要很聰明的樣子 反應很快我就 壓力三打了 然後 現在 就是要常常 用手機做自己講話 或提問 然後就報警 然後其實我覺得 尤其是 因為我可能在裡面 是比較社會陷進者 那其實裡面 我最近聽到很多比較 為了這份工作啊 就是那個努力是比較 可能 啊 就有 我覺得我可能要 美色這部分我要好好講 就是總之 嗯 我現在真的是 對於要演好一個記者 真的感到非常的 戒慎恐懼 因為包括 我覺得講話 講話這麼基本的事情 平常真的是 不會去思考 尤其是 記者的口條 更是比演員要更專業一點 這個東西我要 不一定 真的嗎 看你要演哪一種記者 就是要這種很 我還要在那個 那種直播 直播間 直播新聞啊 直播 你講的是什麼 但是讓你覺得最困難的是 就是講話這件事情 靠靠不準這件事情 然後要把講話講得很清楚 然後還要 看起來很聰明這件事 經過實習之後 還會想要當記者 我一點都不想 因為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就是我那兩天 都是跟幾個大哥在一起 真的是跟大家泡茶 要聊天 這對我來說蠻 因為藝人有時候 活在自己世界就好 但是你當記者 你沒有辦法 你就是要 我有個記者朋友 還跟我說 你就是要喜歡跟人接觸 可是我們的工作是 隱私是希望被保護 所以這個東西 你快發抖了 很酸 好了 這樣可以了嗎 可以嗎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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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